前一段时间比较忙 一直没有时间拍这个视频教程 腾住扣来呢 给大家稍微的讲解一下 合金帝国的G1-171-3钥匙扣呢 我们做一个基本的演示 拉套 拉套筒 扣扳机 如果要是 手指放不进去的 你可以用两个食指这样 两边去抠就轻松很多 如果要是说空仓挂机的话 我们先做抛壳 抛壳演示 装入六发弹膜 我们先拉到底 放手 因为释放的时候 释放套筒它运动比较稳定 上膛的泡壳的成功率更高 如果要是释放空仓挂机的话 我们直接释放 如果要是新的模型的话 比较紧 要用指甲下压 这个结合处这个小平面 稍微使劲的去勾动 这样力量会比较大一些 有的朋友可能说压不下去 这个习惯了就好 如果要你凭着这么去压的话 是压不动的 因为新的模型非常紧 力量非常大 如果要是说省力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 把套筒稍微往回推一点 然后下压空档挂机 这样就很轻松了 我一般测试的时候 也会是这样操作 然后扣扳机释放 这样 我们接下来讲一下这个模型 如何去分解 首先我们把弹夹取下 然后呢 我们在释放的情况下 扣一下扳机 然后双侧去下压解锁键 向前移动一点 如果要是拿不动的话 我们可以再扣一下扳机 把它取出来 有的时候新的模型可能比较紧 我们需要稍微的 它在这个状态下 已经滑锅已经滑出来了 稍微的用点劲 一取就取下来了 小心点这个附近黄 和附近黄导管不要飞 把它取下来 然后枪管开下来 这个接针挡板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拿掉 小心点里面会有一些 有一个固定架 我们要用手摁住 固定架取出来 弹簧 然后我们把枪机组件取下来 这边有一个抓刻钩 然后还有一个模拟的机锤 这样套筒就分解完成了 如果我们要想拆这个卡榫呢 要必须要特别小心 因为里面那个人字弹片的话容易飞 我们把它下压 然后向一边去移动 用手摁住 最好拿一个钳子 把它拆出来 这样的话 这个人字弹片就拆卸完了 我们就不拆这个弹架卡榫了 因为这个弹架卡榫装配起来非常麻烦 要用到借助工具 我们就先不拆了 后面这个 这个枪机组件 这个机锤组件 是要把它给用东西顶一下 这要是一个针状的 这边落头以后 用钳子把它夹出来就行了 这个抛壳挺 我们可以把它拆下来 然后用一个小螺丝刀去摁住 这个枪机组件 这个机锤组件 我们就可以把它拆下来了 这是弹簧是有一个挂点 我们要把它看好了 把它拆下来 这个弹簧是有方向的 我们先把它放在一边 这个就不建议去拆 然后 扳机轴这块 可以用一个螺丝刀 从这边把它顶出来 拆占下来 拆卸以后 空餐挂机 和这个扳机组件 就拆下来了 这个固定位呢 给它撬一下 整个的扳机组件 还有扳机连杆就取下来了 这个后面我们就不建议去拆了 因为这个销钉拆下来不太好 不太好装 基本上就是一个完全拆卸的状态了 我们要装配的时候 我们一步一步还原 还有这个后面那个挂环 我就不拆了 我们把扳机和扳机连杆组件 放进去 然后 我们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固定的锁上 注意方向 这孔向下 有孔的一端向下 这样 孔的一端向下 然后这边有一个 有一点披风的 向着枪座的前端 我们这样把它按下去 然后把孔三挂机键 装到位 装销钉之前 我们可以用一个螺丝刀 把这个孔位给它导正 这样我们再装这个 扳机轴的时候就会比较轻松一些 用螺丝刀去导正以后就很轻松了 这样 这样空谈挂机就装上了 我们装这个 装这个 鸡锤 弹簧组的组件的时候 我们要 先把这个 半截连杆 给它抬起来 然后 然后 把这边 这个 这个要插到里面 插到这个槽里面 然后我是这么拿的 这样去拿它 一定要让那个 弹簧过去才行 这个不太好装 它习惯才行 来 这个 弹簧已经过去了 它一定要受力 让这个半截连杆受力才行 如果装不到位的话 它是按不下去的 这里面还有一个弹簧 我们要把弹簧给拨到槽里面 弹簧向右侧波动 拨到槽里面 这个弹簧是在槽位里面的 是在这边有个槽 在这个槽位里面 然后我们把炮个挺插上 因为我这个上面有一个 有一个手机在那挡着 所以装的时候是比较吃力的 不像平时装的那么轻松 离它太远 看不清 把这个拨挺装上以后 我们把销钉锁住 对好了以后 我们可以用一个东西 把它给摁进去 这样 扳机连杆上下活动正常 就可以了 然后下一步我们去装这个 人字弹簧 人字弹片呢 它是 它是有弧度的 如果要是我们 人字弹片的弹性减弱以后 我们可以用钳子掰一下 把它掰成更更正的这种人字形 它就弹力更强 它这个弹片装的时候容易飞 我们注意把它放到草里面 然后 我们在装这个弹片的时候 这是一个 秃子形的一个 一个零件 我们把它斜着 插进去 然后用螺丝刀 压住弹片 这个零件 也压住弹片 注意点不要让它飞了 我们把这个弹片压平 就用这个秃子的零件 然后一点一点穿过去 穿过去以后 测试 正常有弹性 弹性足够才可以 如果弹性减弱的话 它可能 它锁不住套筒 就会出问题 就容易套筒就直接飞掉了 那这个状态呢 就是枪座已经装完了 我们再装一下套筒 首先呢 是这个枪击组件上 它的抓颗勾 看抓颗勾 如果要是 抓颗勾的弹性减弱 我们把这个地方 去掰一下 这个抓颗勾 接近尾部的这个地方 去稍微的去 掰弯一点 在这个位置 后三分之一的部分 给它稍微掰弯一点 这样的话 装上以后 它前端的弹力会更强 我们把抓颗勾 放在槽里面 放在这个侧面的凹槽 正好是能够相近 这个抓颗勾的位置 我们把这个枪击组件 滑入套筒 这是有滑轨的 然后这个模拟的 模拟的机锤 一个机针 这是没有任何功能的 它只是一个敲击的作用 放进去以后 弹簧 装上 如果要是弹簧 弹力不够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稍微拉伸一点 如果弹力下降的 很厉害的话 弹簧 缩短的比较短 那有可能 这个 机针挡板就固定不了了 这个是一个固定键 一个黄铜的 我们把它放在上面 机针挡板呢 一般我会用一个小钳子 去夹住 让这个钳子 你要注意 不要把这个挡板磨损了 轻轻夹住 去摁住这个固定键 用钳子配合 把它滑进去 插好 固定好就可以了 枪管呢 我们把它装上以后 这个 附近黄装的时候要注意 不要飞了 对准以后 把它装到底 要装到 这个台阶下面这块 就是最低点 要装到最下面 如果在 上面这个台阶这 它可能 你在装套筒的时候 它就干涉 它就进不去 我们装 套筒的时候 把它放入滑轨 有的时候 这个 抛壳顶会有干涉 把这个抛壳顶 给它往左边掰一点 它有可能会阻挡 然后在这个状态下 我们去 下压一下 卡榫 就是解锁键 然后 这个状态下 套筒已经装的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把 这个 附近黄刀杆 给它归位 这就OK了 弹夹拆卸的话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大概演示一下吧 拿一个螺丝刀 去 把这个固定板 下压 然后 这里面有一固定板 如果你直接拆的话 它就会飞掉 连弹簧 摁住它 把它拿下来 然后固定板 弹夹黄 拖弹板 这就已经拆卸完了 我们装的时候 把拖弹板 这个尖向前放进去 弹簧装上 然后我习惯是 把这个 弹簧先给它压住 这个片比较薄啊 不好拿 这是不好拿 因为它太薄了 反过来就好了 先按住弹簧 然后把这个固定板 给它插进去 从手和弹簧之间插进去 这样它不容易飞 摁到里面 注意啊 这个 装的时候 这个有些零件是容易飞的 摁住了 然后把弹夹地板 给滑进去 固定好 固定好 好了 大概就是这样 这一些零件 毯行 我这样 就要 看